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國寶是日本文化廳依文化財保護法進行規範的有形文化財 意思是有極高歷史或藝術價值的物質性文化財產 我們這部影片將會介紹日本國寶建造物 根據文化廳的網站 2021年3月為止,全日本總共有228個國寶建築 有時候一個寺廟會有好幾個,比方說東大寺有8個 其他知名的國寶比方說,紀錄城的天守 大阪的駐籍大社本店 群馬的復鋼紡紗沙場 京都清水寺的本堂等等 這些國寶通常也是知名的旅遊景點 甚至有些是世界遺產 很適合喜歡歷史文化的觀光客參觀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來介紹這些國寶建築給大家吧 位於京都宇治平等院的國寶鳳凰堂 就是日幣石原上的那棟建築物 與附近的國寶宇治上神社皆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大家就來探訪這兩個具有歷史的建築 吃個宇治抹茶甜點 散散步來場精彩的半日遊吧 宇治是位於京都市的東南邊 距離京都車站大概半個小時的車程即可到達 人口約18萬人 以平等院以及宇治抹茶聞名 平等院於西元1052年由攝政官拜太政大臣藤原賴通 將其附近的別裝改建成寺院 國寶鳳凰堂在隔年的1053年建造完成 鳳凰堂原本被稱為阿彌陀堂 將近一千年來幸運地逃過戰火而保存至今 由於具有歷史意義 在西元1951年被日本指定為國寶 建築的屋簷上有兩隻鳳凰 寶寶距離有點遠所以拍不到 因為這兩隻鳳凰讓阿彌陀堂在江戶初期的時候被大家稱為鳳凰堂 能夠襯托出鳳凰堂的美感的最大功臣 就是比平安時代完成的最古老的史基名勝平等院庭院 春天的時候會有櫻花 夏天的時候有蓮花可以欣賞 另外平等院的觀音堂以及養靈安書院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 鳳凰館內收藏很多國寶以及重要文物 非常值得一看 在平等院的對岸 走入約10分鐘的路程就是我們另一個國寶建築與至上神社 本店與平安時代後期距近約900到1000年前完成 是現存最古老的神社建築 另外旁邊的國寶拜殿建立於廉藏時代前期距近800多年前完成 雖然與至上神社比較及其他知名的神社可能少了一點豪華感 但以為歷史的重要性 讓這兩兜建築以1952年被指定為國寶 以在1994年被指定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很推薦大家來拜訪 與至茶相信大家都聽過吧 既然來到了這裡就來嘗嘗茶跟甜點囉 中村藤吉本店是一家已經開年160年的店鋪 雖然銀座也有分店 但在宇治本地吃到才更有特色吧 本店是明治時代的茶商宅邸 非常的有特色而且景觀很好 我們點了宇治本店限定的Maruto Puffet 火雞茶生茶Jelly 還有剉冰 甜點裝在竹子裡面真的超有感覺 而且份量很大 每挖一口就有不同的驚喜 再喝一口現泡的茶 真幸福 星巴克京都宇治平等院表餐到店 就直接開在平等院的旁邊 室外室內都很漂亮 在櫻花季的時候來訪 可以在日式庭園喝咖啡賞櫻 建議早上八點的時候來這邊吃早餐 等平等院開門的時候可以直接走去拜訪 以上就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